一场大规模冬季风暴席卷美国各地 德克萨斯州有400万人 一度没电可用 生活受到巨大影响 然而 据观察者网20日报道 特朗普的阴谋论支持者团体匿名者Q 竟脑回路轻奇地将这一切赖上了中国 美国事实核查网站Snobs19日报道称 从2月中旬开始不断有人致信该网站 询问网上的一则谣言 现任总统拜登签署了新的总统行政令 推翻了特朗普去年的政令 从而让中国进入美国电网 造成德州的大停电 如此荒谬的言论 Snobs自然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红色大叉 判定这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谣言 Snobs网站报道称 这则谣言的根源似乎来自于 美国右翼媒体《华盛顿观察家》 报1月27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 其中宣称拜登的行政 并可以让中国控制美国的电网 文章说 前总统特朗普曾于去年5月1日 发布行政令称 为确保大容量电力系统的安全 将禁止美国购买 对国家安全造成风险的海外电力设备 去年12月17日 美国能源部长丹布鲁耶特 又根据这一行政令签署禁令 禁止向美国关键国防设施 供电的电力公司 从中国进口特定的电力系统产品 声称此举旨在保护美国安全 免受网络等形式的攻击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在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 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借口 无端的污蔑 抹黑中国 公然打压中国企业 美方有关做法 严重违背其一贯标榜的市场竞争原则 和国际贸易规则 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将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形象 今年1月20日 新上任的拜登签署新的行政令 将特朗普5月1日的命令暂停90天 在这90天里 拜登的命令指示美国能源部长 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 共同考虑是否建议发布一项替换命令 正是这项行政令 给包括匿名者Q在内的阴谋论者提供了温床 谣言随后向脸书和推特蔓延 一名推特用户写道 你可以说我是阴谋论者 但两周前拜登让中国完全接入电网 现在德克萨斯和其他州都没有电了 这则谣言还出现了诸多匪夷所思的遍体 在美国影响力颇大的脱口秀主持人扎克 沃莱里就在推特上暗示 中国被允许在德克萨斯州和中西部 购买大片土地来建造更多的风电厂 还有人宣称 中国去年12月在对天气机器进行修改 这和德州的情况有关吗 Snoves驳斥了这些谣言 并解释说 德州电网由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独立运营 其政策方向主要由州政府官员而非联邦政府主导 德州电网的故障并非由于中国或任何其他外部实体的干扰 它失败的原因是 德州经历往常没有的低温时电力需求激增 超出了电网的准备能力 除了电力系统本身的问题外 官员的读职也加剧了德州面临的窘境 2月16日 克罗拉多市市长蒂姆伯伊德在脸书上惊称 政府不欠你们的不要再哭嘻嘻的寻求施舍了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弱者才会死亡 这番言论自然引发了强烈批评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也于近期脱家带口飞往墨西哥度假 受到舆论痛批后 他于18日返回德州 因此 推特上还出现了另一些反思的论调 倘若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中国 那么24小时内一定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援助感到 美国东亚问题分析专家汤姆福奥迪在推特上讽刺西方媒体说 如果现在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事情 发生在中国的任何地方 你会有上百万篇专栏文章 把它定义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整个共产主义的失败 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沃尔夫 则批评当地的政府说 德州对冬季风暴毫无准备 所以州长把其他人当替罪羊 美国对经济崩溃和新冠疫情毫无准备 所以前总统把中国当作替罪羊 注意到这里的模式了吗